DIS可以检测硬碟与水深碟的效能 在 162016下有一个磁碟这支程式 他是一支很棒的程式 他除了可以帮你做格式化各种磁碟机以外 他还有一个叫 评测分割区效能 那你可以选择,尤其我们来检测 有说你花的钱 到底是不是真的花在刀口上 你可以选择评测 接下来你就会看到他跑的速度 假设我这一颗是USB3.0的 随身碟 你就看到他效能有没有上去 一般来说随身碟 读取的速度会比较快 写入的速度 通常比较慢 等级越好的 等级价位越高的通常 通常他写入效能会好一点 但是好到什么程度 你可以藉由这支程式来了解 他评测的结果 这个读取是45Mbps 写入的话有时候 比较低的时候掉到5Mbps左右 有时候会跳到比较高 这是读 读写的效能 那假设我们来看硬碟呢 硬碟我们看我们的分割区 可不可以测 这边是灰色不能测 这边测这个分那个区 我们来看一下硬碟的效能 抱歉这不是硬碟的效能 应该要选择硬碟 然后选择 我们的档案系统 找一个来 做硬碟的效能评测 找这个分割区来测 档案如果你没有卸载 它是不能评测 它是不能评测 我们来找一下1XT4的 SATA的硬碟你看它可以跑到130几 读取速度每秒130几 然后写入的速度到90几 890几 左右 好这是硬碟的效能 那可以借由这一支 我们自己买到的随身碟 或者你的硬碟效能状况如何